哈嘍 本市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 是RAFFOR的4.5代 那這款應該是最近幾個世代以來 銷售的最好的 因為現在的5代還在慢慢累積當中 那4代4.5代本來要賣的這款車款 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就有辦法辦一個小繪師 那其實4代4.5代的底盤 它的設計還是以舒適為取向 那如果進化到5代 像前幾天龍哥專程來捧場的 5代的話它的底盤是走TENGA的底盤 所以5代它的操控性的話 的確會比4代或4.5代的設計 還要來的好一些 那今天的4.5代 車友本來就有做一個改裝的避震器 那只是想要來做一個KT4.5的開放 那我們一樣來跟車友們來介紹一下 不同的品牌還有不同樣的設計 那車友選擇之前安裝的品牌呢 大部分 這一組的話還沒有損壞 那它的幾個特點的話 經理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一樣是高低可以調整的 可是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 跟方法呢 跟KT的設計呢 不太一樣 那並不是說這個比較好或比較不好 是設計的不同 像這樣的方式 它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會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那後方喔 後方的話是採一個墊高塊的方式 來改變車高 所以這個就是墊高塊 墊高塊如果墊的比較厚 車高就會變高 那以這樣的設計的話 剛剛是大概接近四十左右 這個是後方的筒心 那APOLO如果經理沒記錯的話 那應該都是一種 副筒式的一個設計 那上座的話 這個版本我記得是要沿用雲場上座 那KT的話 就變成是統真可調 然後上座的話 我們也有機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KT的設計跟 目前已經裝好的部分 後方的話 我們為了這台車 三代跟四代 四點五代這些都共用 後方的話 是打了一條兩百一長 六公斤的彈簧 那以這台車的設定來說的話 其實可以再打得更高一點 可是畢竟這台車 它原來的設定就比較舒適啊 所以我們如果公斤數塔的 太性能化的話 那也許有可能很多的車友 是覺得會太硬 所以這台車其實我們做的 還蠻舒適的 這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它的避震器比較特殊 並不是住在這裡 像五代的話 它的避震器跟VH的底盤比較相近 避震器是坐在這邊 那這個是走一個短行程 後方的話 有的是叫多連桿 有的是叫雙A懸吊 那基本上它就非拖一臂的系統 那車友的話 本來就觀念非常非常棒 就已經有改了羊腳調整器 那這一個羊腳調整器 經理剛剛研究一下 其實它設計的也蠻不錯的 它跟原廠一樣 這個機構是設計成魚圓 所以它的方向呢 能夠對應的比較精準 而且它的防塵的設計 整種設計做得不錯 這個不曉得是哪一間的產品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後方的話 車高的調整 是在KT的設計 是在彈頭的上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是靠這裡一個調整機構 如果我們把它調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這台車的設定 KT的設定最低的話 大概是四指指上下 最高的話大概 比原廠略低一點點左右 那阻尼的調整 這台車後方的同身 可以正裝也可以倒裝 倒裝的話 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手伸到輪胎的後方 從下方這裡就能調阻尼的 從下方這裡 輪胎的下方這裡就能調阻尼 鏡頭可能比較難帶到 所以從這個地方 車友就能自己來調整阻尼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為什麼要改陽腳調整器 因為後方的話 它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 這是一個三角幾何 如果我們把車高降低的話 它輪胎的角度 這個是輪胎 它輪胎的角度會變得 幅度會變得比較多 那就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我們用一個輪胎實際來做介紹好了 假設這個是後輪 那當車高 這個是正常的車高狀況之下 那如果降低車高之後 它的輪胎有可能變這樣 那就有可能吃輪胎的內側 造成一個輪胎異常磨耗的狀況 所以需要改陽腳調整器 就是藉由可以調整的範圍 把這個輪胎的角度做到比較正常的範圍 那就不會是輪胎的內側 就會正常的磨耗 所以後方的陽腳調整器的改裝是因應 車友如果車高有降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後方的陽腳調整器 五代也是一樣 五代的話也是一樣 如果車高有降低的話 就會建議要改陽腳調整器 那陽腳調整器的話 這個品牌經理不曉得是哪一間 做得不錯 那如果台灣的話 有Harris 有Summit 這些都有做這些車種的一個 對應的陽腳調整器 那速腳的話 其實這台車也有人做 可是如果有改陽腳調整器的話 當camber的角度 有辦法做到合理的範圍 其實可以靠原廠 就有一顆速腳 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能夠做微斧的調整 所以如果有改陽腳的話 那速腳的話 需不需要改裝 就變得可有可無 所以第一個步驟的話 經理會比較建議 如果有降車高 那就改陽腳調整器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賣花城的全調系統 三代四代五代都是一樣 那四代的話 這個四代的話比較方便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那這個KT的話 不論是前面後面 都是阻鈴可以調整的 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軟 一共有三十段的阻鈴可以調整 從這個地方引擎室打開 車主就可以自己做調整了 那下方的話 是像是這個離仔串的部分 這個就設計的跟原廠一樣 直接沿用原廠離仔串就好了 買KT的產品有幾個好處 像離仔串的話 也不用再多花錢買強化的 或者買客條的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 也不需要沿用原廠 所以在技師拆裝上來說的話 就比較省時 那而且這個車還很新 4.5代了不起才幾年而已 那如果有可能是三代的 那萬一上座 也許有可能八年十年的車連 第一次放改裝避震器 如果要拆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 就變成上座如果快壞掉 像前幾天 這個是昨天的一台 Audi的A6 那台車的話 本來也是改裝其他品牌 但改了KT之後 糟糕 開沒多久 上座有異音 那沒辦法 因為它就是沿用原廠上座相比 所以像這個狀況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剛才KT的這個Rocco的車種 這個車種不用煩惱 不用擔心 KT就有附全新的上座 那D載串的部分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位置一樣的 那今天的車高是會做大概 三指半到四指高左右 前面的調整方式也跟其他品牌不太一樣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筒去改變車高 它是靠這個角座 如果把這個指輪狀頭板旋鬆 它的旋轉筒身之後 它變長 側高就變高了 如果縮短的話 側高就變低 所以這個局部啊 它都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並不是靠壓縮彈筒去改變高度 那換言之就是 當你側高調高跟側高調低 這個局部都不動的話 那它乘坐起來的感覺 並不會因為什麼壓縮彈筒 它就變硬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一個駕駛起來的感覺 是落差不會很大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優勢跟好處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也是KT值得縮準的地方 像是義大利IP的鼠尼油 還有日本NOK的油風 都是一個KT所選用的一個零件 那KT本身就是製造避震器的工廠 所以即便用那麼好的鼠尼油 用那麼好的油風 也許有可能用了一段時間之後會損壞 會有可能會有防塵套破損 或者是饅頭水解 或者是漏油狀況 用了久了之後都有可能 那這些畢竟都是耗產 而是KT都有辦法 針對這些畢章的零件來做翻修 日後的售後服務呢 都有辦法來服務各位 所以這個是一個製造工廠 所應該要有的一個售後服務 好OK 以上是今天的RAV4 4.5代的直播分享 那這個星期很謝謝RAV4的車友 陸續都有一直來詢問跟捧場 也有的車友是在北區來做安裝 謝謝大家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程 或者是對KT的產品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在文章的開頭 內容裡面都有寫到官方的LINE 可以用LINE或者是時訊給我們小朋友都可以 OK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我每個人都會寫到 我來吃點東西 真的不錯 你現在 Austral陣線